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是电子 第一是设计 然后A是自动化 就连起来就是电子设计自动化 电子就是一系列电路 一系列元件 比如说一个房子 有灯泡 然后有空调 然后包括有什么开关 这些都是一些元器件 然后你要把这些元器件 以某种线路给它连起来 这种就是设计 然后自动化就是 怎么让这些人连起来 不用人工来操作 而在芯片领域就是 它那个元器件都是上亿的 然后又在一个很小的空间内 一个指甲片内 那你就不可能说 人工去布线去连接 所以你要做一个自动化的设计 它从最开始 甲方提要求 我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系统 或者我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你给我设计一个芯片 那甲方提完要求以后 然后有专门的设计芯片的公司 来完成这个设计 而我们的过程就是 从原力图到设计图 这个过程 然后我们主要是在商有 所以你设计图都没有 就不要谈后面的制造了 这个比赛的话 也有十多年的历史 就每年 每年它都会从实际的那种 应用需求中抽取 就抽象出一些问题来 给所有面向全世界的参赛队伍 两月公布题目 然后9月份最终提交结果 然后到11月初出最终结果 中间如果从最开始到最后面 将近大半年了 但实际中间开发的过程 也就4个月左右吧 就最开始还是遇到很多困难的 到6月到7月 那两个月都没啥进度 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 就一个很困难的时光了 就是你做了这么久 然后又不能中途放弃 就放弃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你只能坚持下去 像EDA这样的名誉 我们国内的企业 其实在这方面是起步比较晚的 可能比国外要晚实际要是年 还是得扎扎实实的 一步一步走 虽然是走别人走过的路 但是我们可以 就人多力量大嘛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去对这个问题进行优化 我们实验室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到这样的结果 那大家只要肯花时间 肯定也能做出来 这不比别人差 有句话叫十年磨一剑嘛 反正实际是这么多年的基础 突然做出了一个成果 不可能建议刚亮出来就收回去 反正肯定是 做肯定会继续做下去